咚咚咚咚 咚咚咚 咚咚abel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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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嘚 嘚嘚嘚嘚嘚嘚 嘚嘚嘚嘚嘚 小燕之夜 fatto 你 有一個人 你要宕 完美無暇 不坐下來 特悲悲 很悲慘 因為它從來都不優雅 有一種愛 你怎麼也放不下 騙自己它所演不佳 演都不差 幾話感不上它變好 說成了 那就談不上愛情了 看成了 竟是這道不平的 那又如何 擦身身一副一切就結束了 當錯愛變成一陣前規則 你也習慣了 一個人失眠 一個人睡 一個人度過今晚 一個人看電影 一個人哭 一個人在等 一個人 現在你一個人的低調人生 對不對 對 好心酸喔 是不是 你兩個人 妳還好 我們是一個人 妳是兩個人 沒有是一個人 小燕姐 謝謝 我終於發新冠姐了 對 有一陣子了 對 我覺得上次第二件 剛好兩年 剛好兩年 有兩年喔 有兩年喔 有 今天妳不覺得 妳上次來出片 她上次都搭掉了 沒有啦 小燕姐 妳們兩個確定是好朋友嗎 很不搭掉耶 這些朋友真的很難溝通妳知道 不是 我們今天一見面的時候 人家說妳今天怎麼穿這樣 沒有啦 我說 對啊 我就說 我來配合妳的時候 我今天特別盛裝打扮 小燕姐 妳知道 我遇到他們的時候 他們時不時都在錄音室裡面 穿著跟我爸上四人 然後來上節目的時候 又穿著超華麗 然後以至於我不知道 該怎麼應對 沒有 我跟妳講 我第一次碰到她的時候 她就會說 然後我就只好強裝在那裡說 沒有 我很喜歡自己這樣子啊 然後就是她一直攻擊我這個部分 所以我今天就是盛裝出席 沒想到她今天就是... 她還是很帥 因為我就做了一個比較安全... 不是 因為她其實低調人身嘛 所以不能穿得這麼高調嘛 對不對 對啊 不是 來 請坐 好棒喔 平常講 珊妮 妳的歌 當妳的歌出來的時候 我一定要看歌詞 因為妳的歌詞真的是... 好棒喔 她的歌詞寫的都是一個人 剛剛那個一個人... 你知道我們這種一個人的時候 聽的就是... 妳這一定會唱到很多一個人的心 對 這首歌其實就是要 一個人的時候聽 我覺得一個人的時候 可以想很多事情 我在聽妳這張專輯的時候 我覺得這張專輯比上一張專輯嚴肅很多 是不是 對 她比較寫實 其實我跟很多人講說 我這張專輯其實是延續上一張專輯 很多人都不相信 但它的確是延續那個大人的事情 大人 一直還在拚命買玩具的那個部分 但是這一張真的就有很多 在日常生活裡面 應該說她寫實 但是我希望盡量用比較舒緩 跟詩意的方式去呈現 你知道她這個低調人生 第一句話寫出來的時候 我們的製作人就說 憂鬱是一下筆就傾斜的線 即便留神也難倒正的氛圍 一個人的孤獨緩慢書寫 以極度封閉的語言 曾以為一切美好多數免費 原來廉價的只剩眼淚 何苦心情排列 悲劇重演 我的媽呀 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陳夏妮小姐 我要怎麼接 你怎麼了 我這麼有才華也不是故意 不是 你們這樣我很尷尬 但是因為自己的專輯 很代表你這兩年某種心境嘛 所以我在看你這裡面 你每一首歌 其實... 一個人啊 Cristina 其實很多我都覺得有點沉重 其實我在寫這個的時候 其實跟很多中產階級的生活是有關的 我們好像在新聞上會看到很多 很憂傷的新聞 這個家裡又怎麼樣 很多事情其實是你是有選擇 你要怎麼樣去面對它 去調整它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這麼幸運的 過自己想要的日 但還是有那個空間可以 但是很多時候真的就像線歪掉一樣 所以我覺得文筆跟人的想法 真的很不一樣喔 對不對 對 她寫給你的啊 就簡單啊 給她 對 對 妳是照什麼人寫什麼詞是不是 沒有 我覺得她幫我做的那個歌 就是 少女的那塊 對啊 她就是講 她是少女的那塊 沒有耶 我是... 我是真的 因為彩結的關係寫那個歌嗎 我覺得她就是給我一個感覺 是很... 慷慨的一個人 就是不吝嗇付出自己的... 對 表達自己的感覺的人 所以我想寫的是這個 這個慷慨的一個... 正面 對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 我覺得她給我很正面的一個部分 能量對不對 對 我覺得很少人可以這樣的耶 我說我在上電台的時候 我跟她講 就是有主持人會問到 我跟彩結工作的 我說我一直到認識郭彩結 我才知道世界上原來有 那種萌又漂亮的少女 是不認心又不壞的 你不是說我是歐巴桑嗎 歐巴桑從來不計較了 歐巴桑 歐巴桑 你說 她穿得像歐巴桑 然後有... 兩貨群說她穿得像我 對 兩貨群 妳是聽了講歐巴桑 妳才說她穿得像我是不是 我好想看小燕姐私底下穿... 小燕姐妳知道我們會去 同一個地方買衣服嗎 真的嗎 對 對 沒有 可是她的... 應該說她的風格很明確 她有很多古著的東西 然後我其實也... 我也很喜歡古著 但是我不知道是因為東天 我身上沒有古著 我身上沒有古著 真的 我常常是忘了年齡在買喔 但是她很奇怪是... 可能是因為冬天 就是我錄她的唱片的時候 是冬天 所以其實冬天會屁屁掛 把東西都穿上去嘛 她就會有很多莫名其妙 其實那些單品都是OK的 但它全部組合起來的時候 非常詭異耶 因為她最建議的是 我的肉色發熱營 妳穿肉色發熱營 不行 不是 因為我那時候 剛...在錄音的時候 我那時候在拍片 妳真的是偶記想穿耶 不是 我在拍片 沒有少女可以穿肉色的 妳一定要穿膚色的 因為就要穿在戲服裡面 不會露出來 有這麼冷嗎 那時候冬天 我沒有辦法穿黑色的 就是好看的在裡頭 然後她就很驚訝 而且... 我冬死我都不穿膚色的 這樣子 很像肉胎一樣的顏色對不對 而且它外面的那些是有花的 就是很像是60...對 60多歲 比如說像我媽媽的親戚 就是比如說客家的婦女 會穿那種 然後裡面... 妳要換裙 我沒有那樣穿 然後裡面跑出肉色的手提 然後還會跑... 還會有那種暖暖包露出來啊 沒有... 我就是一整天延續下來 我不可能就是 特地去換一個什麼... 這只是上半身喔 下半身呢 然後她腳跨在那個桌子上面 還有露出... 然後那個褲子很短 裡面露出奇怪的襪子 跟奇怪的鞋子 沒有 那個真的是因為... 那妳今天真的是盛裝模 對啊...我今天真的為了妳 然後上面還有一條 80年代的運動髮袋 超奇怪的 做自己... 那妳是低調人生喔 我剛剛在看一些照片 而且我發現其實妳是百變女王 妳看很多造型耶 我不會... 比如說每一次的表演 每一次的那個 我都會很慎重的 我不會像我的好朋友張璇 是穿一條牛仔褲出去那種 人家就得獎了 對 可是因為每個人的個性不一樣 我就是會因為那一次的場合 我就會準備要穿什麼衣服 我是會在意這種 然後整個造型要... 要...要複合對不對 對 然後那一天 因為其實妳站上台的時候 就會有那個... 要有那個分對不對 對 我很在意這個 現在妳一次 人家覺得她冷冷的喔 所以妳第一次看她 妳會覺得她冷冷的嗎 是滿緊張的 但是其實我在那次合作之前 某一次有在一個咖啡廳遇到她 然後也有一些就是 之前冷卧的朋友就是說 其實她私底下是很少女的 或是妳看她拍的攝影的作品 其實是溫暖的 然後就...所以我那天其實... 妳給她做心理測驗嗎 對 當作一個見面妳 好好玩喔 就是想要用一些方式 做什麼樣的測驗呢 妳要測驗我忙一下嗎 一個很漫長 好長的心理測驗喔 一個很長的心理測驗 先前面兩個 就是呢 妳現在要準備進入一個森林 然後妳看到了什麼動物 然後這個動物在幹嘛 妳還是可以現在說 因為其實隨時都會變 我現在進入森林了 我現在進入森林 對 我看到什麼動物 對 猴子 那牠在...牠在幹嘛 牠...牠在樹上 在樹上... 觀察 還是在運動嗎 吃香蕉 在吃香蕉 好 你呢 牠在...奔跑 狗在奔跑 有人在追牠嗎 沒有 就自己在... 自己跑自己的 自己在跑自己的 好 有點難接 然後呢 好 我上次一定可以講這樣 然後妳... 妳準備要出這個森林了 然後妳進入看了一個動物 然後這個動物在幹嘛 走出森林 看到一個隻狗 看到隻狗 牠在等我 在等妳 有點難解 妳呢 妳呢 看到一個... 老虎 走出森林 看到老虎 因為我被妳的猴子誤導 那妳突然講狗了 我就忍不住想要講猴子 那... 那妳的獅子... 獅子啊 老虎... 老虎在幹嘛 睡覺 睡覺 老師 妳趕快解啊 我太久沒有做這個森林了 OK 我先講 妳出森林的時候 看到這個動物呢 是妳希望 妳給別人的感覺 我想變成狗嗎 我想要給別人一種 忠心的感覺 對 但是牠在... 就是牠在等妳 就是我覺得妳可能就是想要讓 做妳身邊的人的一種... 一種歸屬 他說不管怎麼樣 妳都可以回來我這邊取暖什麼的 是這樣子的感覺 那牠想做老虎啊 老虎在睡覺 對 就是妳希望給大家是一種 好像不肯興奮 然後又是一種... 因為其實我覺得老虎 對大家來說是... 其實是很美的 對 但是妳是... 就是不動如山的在那邊 那我的猴子是什麼 進森林的時候是... 猴子 牠真的想說 我覺得有點難記 小燕姐 這個我卡住 我卡關 我小燕姐吃香蕉 是怎麼樣啊 對 然後... 其實有點好玩啊 一直都很有活力 一直很有活力啊 好吃啊 那妳看那是什麼 我想要看表演嗎 我想要看妳表演 是不是 人家喜歡看我表演 對 給妳香蕉 我想要看妳表演 對 是狗在奔跑 狗在奔跑 就自己跑下去 自己亂跑 但我那時候我... 因為那陣子很常做 所以呢 你就可以有很多的解釋 然後我那時候我覺得 我自己很準是 我出森林的時候看到的是蝴蝶 因為妳...我就是永遠 就是一直很想要給別人一個很... 很美麗的 對 很...很完美的一個狀態 但是穿肉胎跟那個小燕花 很難變蝴蝶 對喔 那妳進去的時候是看到什麼 松鼠在收集那個果子 就是讓人家看就是一直都很忙碌 然後一直在做工 妳是真的很忙 妳真的很忙耶 她真的很忙 為什麼我會看到香... 阿咪老師 猴子吃香蕉 不過妳希望是一個蝴蝶 到底是很棒喔 好可怕 但是會睡的老虎很像妳 真的嗎 妳給人家真的有害怕的感覺 對 而且我緩緩的 緩緩的 對 我不是那種很急躁的人 妳是一個冷冷的 就算有很多事情 我也不喜歡急急忙忙的 就是慌慌張張的 就是如果 如果你聽到現在這個大樓 有警鈴響 你也是這樣慢慢的 其實在那個之前 921地震那天 我那天突然就是早收工 我就回家睡在床上 然後就看...發現地震超大 我還在床上想 我到底要不要逃呢 不如起來先去把門打開吧 因為才不會把門壓垮嘛 出不去 妳的思緒好慢喔 不如起來 然後就想 一切生死有命 不如先睡吧 是不是寄個睡的老虎 果然 果然 我想說難得人生 可以好好睡一覺 不如先睡吧 然後我就睡了 妳可以活到100歲 這樣的人真的可以活到100歲 對 對 其實珊妮 妳多半的人我想 妳在當評審的時候 每一個人上去的時候 當妳講她的時候 我覺得她會受傷很深 因為妳講的時候 妳的眼神跟妳的表情 跟妳的語音 大家都很怕 好怕 我覺得每一個人站在那裡 都這樣 不知所以的害怕 不知所以的害怕 但是妳在稱讚她的時候 她是會有加倍的快樂 對 通常是 像我常常在講 就是我們身邊會有一些很 就是對人很Nice的 就是比如像彩杰那種 歌姓很... 然後如果出去的時候 漏掉跟人家打招呼 他們就會覺得 妳怎麼...怎麼這樣 妳不是那種很親切 但是像我出去 沒有跟人家打招呼 大家都覺得稀鬆平常 但是我突然對妳笑了一下 突然對一個人笑了一下 他們就覺得 她對我笑耶 對 在妳做了這麼多工作呢 我聽說 妳很喜歡當年妳寫的 飲兵士茶集 沒有當年啦 我現在還在寫 就是順不止都會寫 有幾年了吧 就是... 那個是很多人在寫對不對 沒有 因為有一天 我就跟我經紀人說 我們可不可以下半輩子 就一直不停的寫 飲兵士茶集就好了 因為她就是 每次只要寫100字 然後她有一個主題 然後我每次... 我發現我每次在寫這個的時候 都很快樂 都很快樂 就真的很快樂 我就... 我覺得我很會在... 就是在100字之內 把一個東西講好 然後把情緒正確地表達出來 我是覺得寫這東西好溫馨喔 希望我的餘生都可以 不斷地寫這東西 對 她這邊寫了 尊重再見我的朋友 這就只有100字嗎 對啊 都是100字的 像是從小到大 剩下時握在手裡的冰淇淋甜筒 總會迫不及待地融化一樣 這些難得的時光 終於要被我們用完了 但是我們永遠不會忘記 冰淇淋的滋味 就像我不會忘記你 尊重再見我的朋友 未來都要這麼甜甜的 在雙紅與奶白之間 一出手 香氣撐得像四月那麼遠 你這麼會寫 你講話可真是不像你文章 這麼的甜美啊 是耶 是不是 我寫這些或是寫採截啊 什麼的 四月這麼遠 對 像四月這麼遠 而且那個喝起來甜甜的 應該要有那樣子的 對朋友應該要有那樣子 很Sweet的 很Sweet的感覺 你看它這個 雨的味道 最近常常下雨 你覺得雨的味道是什麼 像我們就說 是大大呀 對啊 雨有一種味道耶 你們聞得到嗎 很小的時候 還以為全世界唯獨自己 具備這種超能力 可以提前秀出雨的味道 它是老師嫌惡的眼神 和南韓惡作劇的同情心 和我一樣討厭體育課 對超能力的幻想終於破滅 對雨的形容相對複雜起來 因為安全感買了一雙鞋 因為愛給爸媽外帶一份晚餐 那天媽坐在客廳問了 外頭下雨了嗎 我說 是啊 還好我們不用出門呢 你也聞到了嗎 那是一種叫人依賴 家的幸福味道 這寫文章真好 我們只會說 討厭下雨 其實雨有味道 而且那個味道 當你在家裡的時候 沒有被雨淋惜 那就是一個... 就很好了 就很好 就很好了 對 你講話怎麼不這麼美呢 會耶 我對朋友講話的時候 有時候會 看人 看人是不是 所以你傷害別人 你知道嗎 我沒有他傷害啦 沒有那麼嚴重 我們今天就有人來 他太脆弱了 他太脆弱了 你是說他太脆弱了是不是 對 一定是的 好 我們來問問妳 請問這一位來賓 陳珊妮小姐 曾經對妳說過什麼話 傷害到妳 老師有說 誰也搞笑太吵 又沒有攝影機 幹嘛這麼嗨 幹嘛這麼嗨 妳有說過嗎 他說什麼 沒有攝影機 妳幹嘛這麼嗨 對 他說妳覺得他太吵 搞笑太吵 妳覺得他太吵 旁邊沒有攝影機 妳嗨什麼 那一定不好笑啊 什麼是 真的嗎 那珊妮老師說這句話 有傷到妳嗎 然後他說一點不好笑 對不對 傷了妳多... 這句話真的有傷到妳嗎 很生 最好是 最好是 妳知道是誰呢 我不知道 妳傷到人家妳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可是我常說啊 就是有人在那邊耍寶 就是講笑話 他講得來 就我常常這樣啊 就不好笑就不好笑 就我會跟他們說不要下去 因為這下去也是很尷尬而已 對 他的意思是說 不是喔 那我想 傷得應該是製作單位 聽不出來 傷得是製作單位 對不對 全白花了 妳知道是誰嗎 我不知道 他也是一個老師喔 我不知道 我城府真的沒那麼深 我不會去記這些鎖 這是小事情 他說傷癮就是一件小事情耶 不是 不是這樣解釋的嗎 你真的想不出是誰 我不知道 好 讓我們來看看 這個被妳傷的蟹 來 郭老師 好 來 請你坐過來 對... 你這個... 你看... 人家根本... 人家根本不記得你 真的 不記得我 他說我不記得我 連我家門口賣東西 都知道我是誰 沒有人能夠傷害藍波的 而且我怎麼可能講這句話 而且你怎麼可能記得 拜託 是哪一次 哪一年 什麼時間 為什麼 因為其實喔 跟老師合作的時候 是在之前有一張專輯 叫演歌的時候 幫老師排舞 然後就嘗試 第一次見面你知道那個恐懼感 有多大你知道 你知道可以想像 一隻老鼠被貓盯著那種感覺 你不趕快找一些花招來 取悅牠開心 然後試一下牠的開心點在哪裡 其實牠真的像睡覺的老虎對不對 對... 牠 我覺得喔 如果...我覺得老虎不能形容牠 我第一次看到牠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老師很像那個... 很像那個你知道 然後在這邊咬骰中 等一下 偷殺 牠...牠...牠拉起來的 擺白一條線拍... 抱著 然後中間抽出來 就有一個武士 然後會抽出來 嘻...說不說 所以牠有一種... 所以你就是想逗牠笑對不對 對 會希望是 讓那個現場的感覺 合作起來會緩和一點 有啊... 我跟你講 我們在拍MV的時候 他在片場 他一個人就可以一直講... 講一天 妳還要嫌我吵了 你看 所以妳就嫌他吵 而且說不好笑嘛 沒有 我哪有... 我什麼時候嫌你吵 妳會跟我說 又沒有攝影機 現在又沒有人在拍 妳幹嘛要那麼憨 我跟你講 小燕姐 如果她一直持續 講了十幾個小時以後 就是有時候會一些... 有點煩 年紀到了會一些重複 然後妳就會覺得... 歌好聽我喔 年紀到了就有點重複喔 對啊 妳有時候會重複耶 真的嗎 就是循環帶到一個時候的時候 就開始重複了 我們看廣告不是 有些好看的廣告也會重�啊 對 還吸油 還吸油 對 因為其實老師這痛很難抓耶 妳要特別去找 有時候有些... 有些他會笑 有些他不會笑 那不會笑的時候 妳們就可惜喔 真的嗎 對 其實我笑點很低 但是藍波真的好好笑 我真的好喜歡跟他工作 好好笑 因為拍很久 很累了 你還在那裡搞笑 他就會說沒有攝影師 你不必這麼High 又不好笑 可是你也不知道 如果你不這樣做 現場拍MTV的人多怕他啊 打光的在那邊發抖 其實那時候師父在那邊發抖 沒有 你知道那現場一過去的時候 大家都...然後很安靜 那如果我不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現場應該人家會覺得 會...應該會忍到幾點 但是他其實說不好笑 其實真的有傷喔 因為你很精心在... 沒有 而且我們拍MV的時候 其實他好緊張 因為他那時候拍那個 我覺得我解釋一下 那些舞蹈員來呢 因為還有一些鏡頭 是從我頭上飛過去的 然後他本來的那個... 是請藍波去站嘛 結果我一穿高位鞋站起來 結果舞者說飛不過去 因為我太高了 我補充說明一下 我們有個動作是從舞蹈員 從地上趴著 然後他要反拉起來 然後老師剛好站這樣 是這樣穿過去 那之前彩排都沒問題 因為彩排都是像郭彩傑一樣 對 這是我站嘛 然後現場看到本人 老師一來已經很高了 他又穿這麼高的高跟鞋 然後那個電手就... 第一次差一點一拉起來 就展現了一個阿魯巴的狀態 我也很緊張好不好 我很怕他的胯下... 對 對 然後第一次老師說 因為他一掀起來的時候 老師說 就看他一個剪刀腳往上 應該是要穿過去的 結果他穿不過去 就跟我從他面前來 對 然後他就一直開始講笑話 就是讓那個氣氛就是很好 而且其實那一次的時候 真的還找了很多一流的舞者 而且那個... 我覺得那一次應該算是 我有史以來接過案子是 應該講說 為什麼最輕鬆 因為老師在... 因為老師不跳 沒有...他就一開始來講說 藍波 我這個舞蹈啊 這個舞蹈要很炫 很厲害 我說很炫 很厲害 OK... 很厲害 要很精采喔 很精采喔 然後他說 就這樣很精采 很厲害 很炫 但是他不跳 就要去想說 如何讓這個畫面看起來是呈現 是厲害的 然後跟他的音樂 又不會差太大的痛調 所以那時候找的舞蹈 幾乎都是目前全世界 有一些各大比賽的評審 已經是評審等級的這些老師 來幫他跳這樣 其實他怕...怕老師好像... 好像沒有一個人 剛見他不怕的對不對 應該吧 我以為他不怕啊 我逞強了 他每天都有的藥品 沒有 因為幾... 誰不怕好 連安音老師都會怕 我覺得有些人就是一個酷酷的外表喔 內心 有的人其實笑咪咪 說不定還滿嚴肅的 對不對 但是跟桑林老師 我覺得合作了 就上次來 每一個人都覺得 桑林老師是很好相處 但是你在當評審的時候實在是 其實我也只是覺得我當下該講的 我就講出來耶 然後我就不知道 為什麼大家會嚇成那樣 就是還是有很多人不講真話對不對 對...我覺得大家可能預期心裡 大家不會聽到 有人真的跟你講 你應該怎麼做 或是你這邊出了什麼問題 但是其實我們在錄音室 我們會直接跟歌手說 你這邊應該要怎麼樣 你會跟他講嗎 郭彩極 會...我會跟他講 你會哭嗎 他其實...他其實是用一種 很溫和的方式在跟我 在整個錄音的過程 你有把歌手罵哭過嗎 我沒有 我從來沒有 你不用罵就哭了 而且我會說 就是有一種歌手很愛哭 只要有講到他其實... 就他有問題 他對自己要求很高 然後只要講到他 一有一點點問題 然後就說 那個... 沒有啦 可以再好一點 你今天是不是情緒不好 對...是不是 對 就是這樣 然後我就會說 你賣考喔 你賣考喔 你不要哭喔 哭了會... 有很多人就... 因為哭了就收工了嘛 對 只是說 你今天... 怎麼了 情緒有點不對 就那個啊 就講小美嘛 對 不能講喔 對 他對自己要求很高 然後準備好 然後他又很容易被... 情緒很容易激動 我以前在錄他的時候 他就... 然後我說 妹妹 你不要哭喔 然後他就... 就... 這可能因為他已經 完全準備好了來 就... 沒有 然後他會在瞬間就... 就哭起來 對... 對 收工 但是哭完就好了 但是就收工了 好 我們後面還有一個人 哪有這麼多人啊 哪有這麼多人 就也會說我好了 好 我們來請問一下 陳香妮老師 曾經有講話傷到妳嗎 我有一次 取悅了她一整天以後 老師竟然跟我說 我以為妳很好玩 結果妳讓我覺得 我覺得這兩個人的命運 是一樣的 妳不覺得他們都在取悅妳耶 不是 我跟妳講 我告訴妳 所以妳是老虎 我就是那猴子 而且...而且她剛才講說 我們記性不好 她才記性不好 妳撐不住 妳看 就是... 就算妳看周靜池的唐伯虎點秋槍 看了幾遍之後 也是有些地方會膩嘛 但是妳知道人家都在取悅妳 沒有人在取悅我耶 這就厲害了 保倫跟十六姐也拿來比較啊 好 那老師說了這句話以後 妳有很受傷嗎 兩年 走不出來從到兩年耶 大家好脆弱喔 但是我要問一下 陳三菱老師 記不記得她曾經這樣說過 妳記不記得啊 我每個星期都會說這種話 難怪現在宅男很多 對 都走不出來 都要講完都走不出家裡 我走不出家裡 一個人取悅妳一天耶 然後妳說她一點的不好 很無聊 妳還記不得 好無聊 這麼壞啊 我發現妳才是宅男女神啊 妳真的 她是製造宅男的女生 對 真的 妳真的不記得嗎 我真的不會記這件事情啊 取悅妳一天 妳說人家很無聊 妳說連記都不記住她 她這樣子不是回去又兩年了嗎 誰啊 誰啊 好不好 妳就走出來吧 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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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真的很無聊耶 因為家庭真的很瘦 她真的需要穿那個 對 我有一次就是 穿著這一身服裝 然後取悅老師一整天 老師最後笑不出來 是你們的節目是不是 對 那妳就沒有笑嗎 而且我是對妳最好的耶 真的嗎 我每次都說你們的團體裡面 我就只喜歡妳 那妳把廖仁帥放在裡面 沒有 我沒有把她放眼裡 就他們有些... 他們有些很愛開玩笑 但是就是... 就是那個分寸拿捏 等一下 這個頭... 等一下 她自己的頭 你讓她稍微坐小吧 好可憐耶 妳很難坐吧 很擠 今天很擠耶 對 而且老師坐在Hello Kitty 所以我們那一天 就特別穿了Hello Kitty 就是這一天對不對 對 對...是 老師 妳沒有覺得好玩喔 妳說這個嗎 還好耶 然後衣服又有點髒髒的 然後他們講話會有點 讓我們很尷尬這樣 屋裡頭對不對 就他們常常自己在玩自己的啊 有沒有 我們那時候其實是 把老師請到摩天輪的包廂裡面 然後摩天輪的包廂裡面 聽聽講後面 也是你們三個人對不對 對 好吵喔 對啊 是不是 歌手都被我們嚇壞了 對 他們真是很 就是妳一定覺得說 有完沒完對不對 應該不會吧 老師 是 是還好啦 我不會那麼有敵意或惡意 但是覺得他們很無聊 就是我可能當下就是很無聊 我就說很無聊 但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對 這種是一種很實在的發言 例如說吃的東西 沒好吃 沒有啦 就是... 那種感覺就是 其實老闆在吵枝上 從事都會受傷 妳知道嗎 其實就是這樣子而已 而且後來我們在錄音室的時候 又有再遇到老師 剛好在同一個錄音室的錄音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要一般老師對我們的印象這樣子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盡量的 找空檔跟老師聊天啊什麼的 然後老師只是悠悠的 講了一句說 然後就叫飄回錄音室裡面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 又是差不多兩年的創傷 他講這樣 他好脆弱喔 我跟你講 我對人家脆弱 不是... 不是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這個我記得 小燕姐 我解釋 這個我記得 因為我們在錄音室呢 就是會經過 我經常去的那一間 然後要去廁所 我應該是上完廁所以後回來 剛好看到他們在門口 我就說 你們唱得還行嗎 就是這樣 對 就是像這樣的口氣 然後其實我也沒有等到回答 我就進去 對 老生就叫飄走了這樣 其實我只是... 就是只是丟下來一句話 也沒有要幹嘛打招呼 就是跟嗨的意思是一樣啦 對 我也常常會這樣 對 只是這樣而已 對 對嘛 你可以 但我通常都會說 還在談戀愛嗎 那個人就很想解釋 我沒有談戀愛 我說也會談戀愛 對 但他們的小朋友 有的時候就會進心裡去 對啊 就你們怕不怕三寧老師 超怕的 就是上一次我在錄影的時候 又...就算兩年過後 又在錄影現場又遇到老師 然後我還不敢跟老師打招呼 我覺得站在那邊很挫 因為我要... 我等一下要表演Rock 然後老師又擔任評審 我想說完蛋了 一定沒有好聽的這樣子 我還有很...很可愛 我還有關心妳的身體健康耶 我就覺得... 只要心裡的那個花朵 就這樣啪... 這樣就開了... 這樣就開了 你也太容易受傷跟開花 我是說嘛 就是笑一下 關心一下嘛 然後就...就好啦 痊癒了 好欲情顧重喔 真的是為什麼瘦 其實就是因為 我本來就是吃不胖的體脂 然後我最近又在開始在運動 對 我又很小心的問她說 因為憂鬱症的話 我就講話會節制一點 開玩笑你知道 回家...萬一幹嘛 想不開 對 我就一直跟老師解釋說 沒有 我什麼都沒有 我很好這樣 沒有...她有開車的暴怒症 對 開車時候啦...開車時候 開車時候她很暴怒喔 好多人這樣喔 真的喔 這樣好適合開高鐵喔 一開就到高鐵來 距離比較長一點 然後不會生氣 高鐵到了... 藍波好玩 對 藍波是不是很好玩 她好好笑喔 她就是要逗你笑 我就希望她每天都在旁邊 一直講這些 但妳有時候沒有攝影師的時候 妳就不要... 沒有 因為有時候又會覺得煩 就想休息五分鐘那種 然後她就沒有辦法停下來 我走不出來了 她不會了 她不會了耶 不過今天真的很開心 其實都是為了珊妮老師 今天的這個新的專輯 低調人生 我覺得這專輯真的很好 我覺得裡面好多歌就寫到 現代的 男女之間的 很多... 我們生活之間很多很多事情 但是妳... 妳們兩個應該合唱一首 對 也不用伴舞啊 不要管 都不用啊 坐下來... 坐下來聽就好了啊 坐下來就好... 對... 我們來聽這首 青春好不好 這是... 台姐喜歡的歌 台姐喜歡的歌 好不好 我們來聽聽青春 給我一點迷懷 接近釋懷 音樂 請你 請你 快趁救我 請你 請你 叫我搖滾 請你 請你 給我靈魂 音樂 請你 請你 快趁救我 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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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搖滾 請你 請你 給我靈魂 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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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搖滾 沉沦吧 情深 今天陳山妮帶來這兩年她的作品 叫做《低調人生》 這張專輯聽得出她沉重的一面 也聽得出她這兩年想寫一些成年人的詩詞 在今天節目當中 當然我們有點好笑的說 Shanie老是酷酷的 有時候講話很直 好像很傷人 可是每個人都很喜歡 在她酷酷的表情當中 她說一些好笑的話 或者鼓勵的話 大家就覺得好受用 今天來的Eason還是藍波 或者是采傑 都是原來好怕她 但是跟她一起工作都好喜歡她 原來我在電視上看的Shanie 也覺得這個女孩子好像很不容易親近 跟她熟了以後就覺得 其實她的內心是暖暖的 喜歡聽她的歌 喜歡看她寫的詞 剛剛我們聽到《青春》 這首也是她原來寫的歌 而我後來才發現 常常我們在飲料當中的飲冰食茶集 其實有一些的文章 都是Shanie寫的 我也選了幾則 你來聽聽看 都是Shanie的作品 她寫《放學後》 總覺得放學後的那段時間 才真正屬於我的 操場上打得籃球的男生 或者小傻方那樣的背包 陽光很溫柔幾乎是寫的 女生們的制服頭髮微亂 不確定想變壞 對 關於未來 我們知道的很少 一把吉他 一把卡夫卡 好多年以後才發現 那竟然是青春 一百字 陳Shanie就可以把我們的青春 寫得那麼淋漓盡止 她還有一篇文章叫做小史 Shanie在飲冰紙查底寫道 經常想起小時候 媽媽在後院一邊洗衣服 一邊唱著歌 越唱越高 竟然破音了 才小學低年級的妹妹 到了學校才想起忘了帶書包 這笑話被說了好多年 好端端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只有我穿著制服 持續笨拙地練習滑倒 長大後的我們 拼命追求著完美而不凡的人生 然真正讓我們心動被溢起的 都是一點小事 這都是陳Shanie的作品 今天在她的歌裡面 一個人的確打動了我的心 因為在歌詞當中就說 一個人失眠 一個人睡 一個人度過今晚 一個人看電影 一個人哭 一個人在等 一個人 我們不都是這樣 有的時候是兩個人 你會嫌煩 真正到了一個人的時候 你會不會又是這樣子 覺得一個人哭 一個人等 一個人 謝謝Shanie帶給我們這麼多的好歌 小葉季明天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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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葉季明天見囉